我初初我玩古典的 但是後來發現爵士樂的聲音是很有趣的 因為這些東西是沒有那麼好計劃的 很多時候你是可以有很多即興 很多自己的音樂想去表達出來 還有你可以更加去控制到你想玩的那個效果 還有你自己想玩的那個音響的那個感覺 所以就變成玩完古典之後 慢慢慢慢開始去學爵士樂 開始自己進入了爵士樂的世界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看電影 或者我們去聽那些電影音樂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那些電影的音樂 可能純粹做一些氣氛、襯托等等 但其實如果一些爵士的電影 在一些電影裡面融合了爵士樂 其實它是有一個很特殊的化學作用 尤其是當一些爵士音樂 其實它不是純粹製造一個背景 而是它令到你去醞釀了一種很特殊的情緒 令到你可以融入那個戲裡面的內容 所以如果你平時不會怎樣留意這個電影音樂的話 我是非常推薦你去看一個爵士的電影 十一月三號 應該是星期四 時間是晚上七點鐘 地點是理工大學的ST111